您好,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4月26号,台电在总处的礼堂举办成立68周年庆祝大会 当天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同仁一起共襄盛举 现场并颁发各类奖项,以及表扬9任员工的辛劳 最后在奇心点灯的仪式中,画下这次活动的据点 台电68岁了,周年庆祝大会26号在总处礼堂隆重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同仁一起共襄盛举 除了欢庆企业经营卓著,肯定9任员工以及技能优异同仁的表现 最重要的是鼓舞台电及所有台电人,求变集中力量,活力开创新局 最小的改变,如果你坚持下去,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那我们不要怕路途遥远,只要是认定是对的事情,我们就去做 这是我们的公司,也是你的公司,是大家的公司 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你的未来 我们的这个同仁都是非常有能力,有这个实力的 我相信一定能够克服万般的困难 开场的黑光剧,让人真切感受到电力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透过看见台电的改变,回顾了公司两年来的重大事迹 而9任员工敢言,带出了他们憨直、坚持、踏实的台电人个性 将活动带到最高点的RAP版本台电之歌,定调了台电未来一年的主轴 求新求变创新 走过风雨跨越六八,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挑战 台电同仁上下一心,依旧为供电品质坚守岗位 并不断挑战新思维,将企业价值转换成革新动力 求新求变,开创新剧,实践对社会大众的承诺 再属于台电的这一天,祝福台电六十八周年生日快乐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